看看新闻网 虽然是贾乃亮和李小璐一同主演的电视剧 但发布会当天 李小璐并没有到场 所以贾乃亮先生就必须得多聊聊了 用贾乃亮的话来说 当初接拍这部戏的时候 让他想到最多的就是 李小璐为了生下女儿心心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的场景 到现在我对璐璐的关心 都比对孩子要多 因为我觉得孩子今后还是会嫁人的 会跟别人在一起的 但是小璐跟我 他不容易啊 你知道吗 他孩子生下来是宠物 他没为我做什么 而为我做什么的人 在这个产房前就流着那么多的血 脸都白了 对我永远忘不了 小璐因为怀孕的时候吃珍珠粉吃多了 所以说就是导致这个这个 胖空产的时候就流大量的流血 就快止不住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我就坐在他身边 所以那那一天那一刻我就忘不了 如今女儿心心已经一岁半了 而李小璐在产后也基本上以家庭为中心 虽然贾乃亮依旧会在外忙着拍戏 但对于自己的现状贾乃亮可是十分满足 唯一的遗憾就是女儿心心少了个玩伴 还是想要我觉得欣欣一个人实在是太孤单了 自己玩自己的 而且再有一个的话 我不是计划的 随缘分吧 随缘分 毕竟现在小璐的生活中心还是在家庭 我一个人呢也在外面打拼 他们也会带着孩子陪我去剧组里啊 一起陪着我 我觉得这种生活简直太 我要稳稳的幸福 就这种你知道吗 瞧瞧着贾爸爸的嘚瑟劲儿 看来女儿心心的出生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 但是贾乃亮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哦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考靠你 看看你这个爸爸是否做得称职呢 小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0月23日 精确到小时 2013年的10月23日 2012年的10月23日 对 小时和分钟 几点时间 小时和分钟 下午三点多 觉得女儿像爸爸多 还是像妈妈多 像爸爸多 性格像爸爸 女儿最多一次喝奶是多少毫升 这个懂吗 我真不知道 我觉得喝了一瓶 曾经搬女儿换尿布 最勤快的一次 间隔多少时间就换 换女儿换 做节目里换 节目里换尿布 然后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尿布 就从早上到晚上忘了 换尿布这事了 然后这 就是把这个尿布换下来的时候 就跟一块砖头一样沉 犀罗加线对精彩的报道